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去明古屋的鐵路博物館 其實很多人都需要認識這條路線 這條路線叫做清波線 在明古屋的站裡面比較難找一點 因為偏一點 第一 第二 很多像我一樣 去日本玩 但又不懂日文 所以比較麻煩 那裡是武漢字 剛才你看到的那條線和這個月台 路線叫做清波線 由明古屋站一直搭去 它好像是尾站 叫金城浮頭 那裡除了有碼頭之外 還有兩個香港人去日本明古屋 經常都會去的一個景點 就是Lagoland 但是我今天去那個地方 我就完全都不看Lagoland 因為有另一個地方 雖然我就不認識的 但我覺得更加值得帶大家去看一看 那個地方就是明古屋的鐵路博物館 剛才看到我特意拍一拍這個 新幹線列車離開明古屋站的情況 大概是怎樣 那輛車好像是否N700 忘記了 這一輛才是我們的清波線列車 由於我真的不認識的 所以今天這段片是很長的 但是我能夠說到幾句話的地方 我都比較少 因為其實我對鐵路就不認識 但是我推薦去明古屋的鐵路博物館 是多於推薦大家去Lagoland 這裡就是個尾站 金城浮頭那裡 其實下去就自然 日本搞旅遊怎麼會 在指示方面代曼大家 一下去那個站 其實就已經會有路線 指示你去哪裡了 金城浮頭 接著就可以去Lagoland 或者這個博物館那些 這個鐵路博物館 在很近的地方 有些可以隨便奔跑 可以隨便上去的草地 進去 首先有三輛車 這三輛車其實都是代表了 有少少不同的時代 在最左手面這輛C62 它是日本國內最快 和最大的蒸氣火車 代表了蒸氣火車的時代 這輛車不慢 可能快過你們開車很多 因為1954年 曾經創造了一個紀錄 紀錄就是 最快時速是129公里 這裡的牌也有寫 最高紀錄 一個小時可以開到129公里 這麼遠的距離 比你們更快 在香港開車 香港哪裏有路可以讓你走得這麼快 當然 不是每一輛車都可以隨便上去的 你只能夠在黃色的膠鏈以外 看看裡面的裝置 不重要 它裡面還有很多列車 你可以進去它的車廂看 今天很多這些影片都是一樣的 都是會拍攝這些車 內部和外部的結構是怎樣 如果是鐵路迷 或者我們那個 我們的潮語說是鐵膠 的話 對今天這條影片當然是很開心 因為你不用去 我就拍攝這些東西給你看 初期有很多車 或者是這一個 其實這三輛車 都是由日本自己的廠商製造 這輛車是由日立製造 待會有另一輛車是三零 就是三零去製造 一開始進入口 那三輛車的第二輛 這個好像叫做300X 這個很快 這個很快 它的極速是去到443公里 在1996年的時候 這裡有寫給你看 443公里 1996年去創 當然我們走去看這個 我們如果真的坐這個高鐵 坐新幹線的時候 它們都不會每次跟你做到400多公里 應該都是200多300 200多300幾 應該都其實已經是幾快 這些是拿來創紀錄的 正如我們中國 都有一些高鐵的時候 都有一些極速紀錄 但是如果 它每次都開一個極速給你的 你自己都害怕 你要坐一些車去開一個極速 500多600給你的話 好了 它有些車可以進去看看車廂 如果你沒有坐新幹線的時候 你就可以進去看看 這一架就是MLX01-11 極速是581 極速是581 是2003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這樣的紀錄 所以在這裡入口 就有三架車有兩架 都是新幹線的 其實它裡面的展館 都放了幾十架不同年代的鐵路 火車在裡面 所以我都很難一一為大家介紹一下 待會大家就去自己發掘一下 自己看一下 其實一進去就有一個地方可以出室外 因為室內就不准飲食 但在外面就可以飲食 這架叫K90 1918年的火車 是1918年的火車 它... 那個... 其實我都不記得它的時速 其實初期這些就不會算太快 你可以在它的剪版 那些記錄那裡告訴你 但這些室外的 其實可以負一點點 雖然都不想去 因為這些車其實都很舊 這架車... 這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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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車頭... 一百年歷史的了 隔壁這架是... 117型 好像叫做 外面有些板 告訴你一些... 技術的資料 還有那時候用來做什麼 等等... 所以其實就... 你如果有多少興趣 可能你都要花一些時間在上面 那這個117型電車 都... 講到明電車當然是用電的 那麼... 市出也比較快 110公里 這架其實是80年代左右的車 不是距離我們很遠的時代 這架是30多年前的車 它可以進去裡面 這個就是室外 還有呢... 特別的地方在於... 那麼... 這架車呢... 其實室內... 大部分地方... 住大部分地方... 都是不給飲食的 但是... 這架車呢... 其實它在那個... 指示方面... 還有它那本Official Book 寫了這裡... 可以... 可以在這架車裡面... 是飲食的 他這樣說 不過我呢... 就見不到有人在裡面飲食的 那麼... 這裡呢... 車廂裡面... 這些駕駛室是這樣啦 然後呢... 後面就會是一些... 乘客的座位啊... 這樣啦... 都坐得OK舒服的 其實你要坐... 它... 它這一架就沒有所謂的 它這一架是讓你坐的 你會見到... 即是那些... 沒有說那些告示說不讓你坐的 那麼... 雖然去的時候呢... 是暑假的 但是呢... 它裡面好像有... 有... 有... 冷氣的 所以你又不需要怕 那麼... 走到它另一邊 又是另一個駕駛箱 一邊 tried... 啊... 有... 最好便宜 一邊的話... 一邊就一邊位了... 一邊的... 一邊一邊... 一邊... 一邊... 一邊的... 一邊的... 它剛剛拿到這個溫度計 好像都... 好像都仍... 正常應用到... 入到这里就是主要的展馆 里面有几十架真的列车 当然不能移动 但有部份车可以进入车厢里面 好像这些车厢很多都不允许坐 但总可以进去看看环境是怎样 这一架就是ED11 有几架ED系列的车 ED系列的车大概是上世纪20年代 这些是英国制的车 不是日本制的车 虽然你看到日文字 但这系列是英国制的车 时速65公里 但这架是1923年的车 在那个时代的火车来说 走到60多公里其实也挺快的 而且很多时候这些车 你再客户的话 其实也未必需要走得那么快 你猜香港什么都管后管命 我rrr 这是至少等一架 我特意拍低,因為很多我都不認識 這架C57都是蒸汽車,但蒸汽車也行到100公里 這是打破了一些對火車不熟悉的人的誤解 覺得蒸汽火車一定很慢,可能跑馬也比他快 實際上不是,很多蒸汽火車快都很重要 這架好像Horgy,6005,100年以上歷史 我有拿過他介紹的書,因為我很喜歡每去一個博物館 就買他們的紀念那本街簿 香港的博物館經常都沒有街簿 但凡是日本的大型的博物館一定有街簿 你可以回到家裡再慢慢看看 有很多車廂 那時已經有扶手,但我總覺得這些扶手看下去好像死刑 你快死刑要吊下去,好像吊頸繩一樣 裡面有位置,但他不讓你坐 始終已經超過100年歷史,怕你一坐下去,車就倒閉了 這架車,我看他的街簿 他有介紹過這架車的特點 在於他那個蒸汽火車的引擎 其實是很容易裝拆的 即是很容易,如果引擎壞了 你很容易可以拆出來 換過另一個進去 他裡面的介紹就這樣寫 有些車,例如這個 火車當然不是用來載客 有部份都會用來載貨 特別是日本是一個能源比較不足的國家 所以比較初期的時候,他們要載貨 也需要再大量的貨 例如你是要載大量的油件 又更加需要載大量的煤 去不同的地方應用 提供不同地方有充足的能源的時候 你其實是需要,例如火車這些交通工具 去幫忙運貨 這一架應該就是用來載煤的火車 之後我會上去上面 即是上去上一層 拍下來你就會看到 你看到它載煤的時候的情況大概是怎樣 它有其他東西的 即是在這個博物館周圍 有很多其他東西的 那跟著下去呢 我們就進去看看 有些什麼 其他我覺得很值得參觀的 看看它的駕駛室 就是整個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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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日本裡面最大的鐵路模型 它自己寫的 不是我吹水 它自己寫的 是日本國內裡面最大的鐵路模型 它有分幾部分 它會在這裡顯示出五個地方的景色 第一是東京和橫濱 第二是靖江 第三是名古屋 第四是京都和內梁 第五是大阪 它會將那裡所有 一些山川景貌 地標等等 放進去鐵路模型裡面 這個鐵路模型 它本書提到是220平方米 而鐵路的路軌總長度是超過1000米 即是你現在看到這些火車走過 它也有鐵軌的 鐵軌的長度是超過1000米 而且周圍它用了幾萬個 即是你在那個 你會看到有很多人 在這個模型裡面 超過5萬個 不過大家未必那麼容易看到 很難逐個數 但別人整理就知道 在這裡會看到很多地標 或者很多特別的東西 例如這裡是東京 剛剛大家看到東京鐵塔 其他有些地方 國會議士堂等那些 如果你眼睛 而你又是對日本很熟悉的 那你可能就看到了 我當然是喜歡看它的火車 走來走去 其實它這裡 它是會模擬這個地方的日與夜 當然你要有差不多時間看 因為它們模擬了 每20分鐘就等於一天 即是它一天 由早到晚 就會20分鐘 所以其實如果你真的 很要留心去看 東京和環濱 在這裡日與夜 是怎樣的 那你要等20分鐘 然後你就再去隔離 靜光的部分再看 它五個部分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這裡我是比較喜歡看它的鐵路車走 但其他景色都挺有趣 而且整得是非常細緻的 你看到 那後面那些山 那些風景線那些 它們都特別是有衡量過來去做 所以也是做得很像真 那些隧道那些就更加了 不用看了 那也都可以模擬到去不同地方的一些景色 例如櫻花那些 待會大家有機會看到 如果是眼裡的話 這裡擺明明是明古屋的鐵路博物館 明古屋當然會是一個重要部分 現在看到這個 如果沒有記錯這個站 就是明古屋的鐵路站 好像是 應該也是 因為它是故意把明古屋的鐵路站 整到在整個鐵路模型的中心點 所以應該就是這個 它不是只有路上火車的 隧道或者地底那些火車 它是會有些地方是讓你看到的 那等一下那些片都會讓你看到的 鐵路的埋站出站 那些也都是有模擬出來的 其實要拍這裏都不容易 因為這裏有很多遊客一直在拍攝 為了這裏的鐵路模型 都特意出了一本書 我自己覺得這本書很便宜 因為基本上那本書是全彩的 賣一千日圓再加稅 有整個圖是怎樣做 那些景觀線是怎樣的 怎樣去設計 現在好像開始入夜了 你會看到每一輛車不是亂走的 他有模擬到在那20分鐘內 他什麼時候應該在哪個截路軌 或在哪個站附近出現 他全部都度過了 他不是隨便亂走的 班廁是有編排的 鐵路迷就會看到當中的規律 我當然是看不到的 這裏都是名古屋來的 在這裏看到已經超過了二千個模型的人 一個表演 這裏起碼有二千個模型的公仔 還有一些巴士的一樣照片 一樣照編排好怎樣動的 還有什麼時候動的 一進到夜晚了 鐵路模型當然少得其他東西的 例如摩天輪 你要模擬有遊樂場 當然要有過山車等等 看過遠邊還有這個 在大阪那邊 看到這個 大家看到嗎 剛才除了放煙花之外 有幾盞燈 有幾盞燈 有幾盞燈紅色在山上 就是這個 好像什麼叫五山送火 還是燒山送火 還是什麼 忘記了什麼送火 是京都裏面的一個 是京都裏面的一個 一個傳統來的 因為我自己沒有去看 但其實當時是有的 剛剛在暑假的時候 其實是有五山送火的 有幾個字 紅色燈那裏 就真的在山那裏 燃點了很多火盆 離遠看就會看到有五個字 或者符號 這邊是京都和大阪 你看到的隔壁是世界之塔 好像是世界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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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遠看就會看到有五個字 太陽之塔 就是大阪 太陽之塔 就是大阪 太陽之塔 會不會是大阪 那邊 剛才那個不是世界之塔 就是大阪 太陽之塔 會不會是大阪 讓你們看下去覺得有了 就算了 其實那裏還有很多東西的 例如有些櫻花 或者山那裏有白川鄉 我記得 不過 我未必很瞄準地去拍 大家納過 如果見到的話 你就可以指出來 你看到這裏 看到顧力果一個你就知道 顧力果一個廣告 大廈招牌廣告你就知道是什麼 這裏好像什麼叫做 在京都的 就是京都的寺院來的 不看那個模型柱 其實它旁邊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例如這裏就是這個 模擬 大型的電車膏 給你駕駛一下 給一些小朋友特別 因為 其實日本 你看到那些博物館等等 其實日本有一件事 我覺得是做得很好 就是他們很注重 培養小朋友對他們那一行的興趣 要培養鐵膠 由這個小朋友做起 所以 有很多適合小朋友玩的項目 例如 這裏被人進去 當然有很多小朋友都會想試一下 做這個新幹線的車掌 玩一下電車膏 駕駛著一輛車 還有它周圍因為 有這麼大的螢幕等等 駕駛倉又象徵了 所以呢 對於小朋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經驗來的 可能會因為這樣呢 他們就喜歡了 就是 就是 就算他未必明天是投身這個 火車 鐵路 鐵路的行業 未必是 這個 大家知道 這個其實真的 他正在埋伸和那些不是真的 只是一個是電腦動畫 只是一個是電腦動畫 如果是電腦動畫的周邊產品那邊的消費呀 或者是真的投身這個鐵路的行業呀 會對他們未來的發展和存續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這個是我們覺得 我覺得在香港的博物館呢 就 不是很做到這方面的事情的 可以向日本學習一下 個人覺得 剛才那個 好像沒有記錯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 剛才那個要抽獎的 你要買票 抽到你那張票 這樣才行的 因為有很多次的 你如果抽不到的話 你也可以玩一些小一點的 這裡買票 進去玩就玩到的了 不過呢 當然螢幕小一點啦 控制 控制倉駕駛室也小一點啦 但是對小朋友來說 應該還是玩得很開心的 看完他們這些周邊的東西之後呢 又出回來啦 仍然在地上那裡的 其實主要有兩層的 上面那層是蠟雜一點的東西啦 上層怎麼會放在車廂呢 這裡仍然是下層來的 大家看到啦 這個型號 你看到一些扶手圓形的 比較像我們小時候搭地鐵那些 你按個按鈕呢 它就會播放一些片 介紹給你知 這些是什麼來的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其實那個動畫 很明顯告訴你是什麼來的啦 就是當你那些路軌的時候呢 那你要有時將那些 那些火車經過的時候呢 引起火車要駛向不同的分岔路 駛向不同的分岔路的時候呢 那就可以一條路軌呢 給不同的車經過啦 即是有時就是上行 有時就是下行 令到同一條路軌可以 那這些很重要的啊 你如果搞錯的話 你搞錯的話就撞車了 那這輛EF58型的電車 就不是燒煤的啦 不是蒸氣火車啦 同樣的 進去都是可以給你看的 包括有上廁所給你看 這些火車 即是這些火車可能長途一點 所以就都有 也有火車 也有廁所給你的 上面有些格是可以拿來給你擺東西的啦 但是他也有些牌的 那些位置放了牌就不讓你坐了啦 那麼 我們香港人要守些秩序啦 如果去到這些地方 看到有牌說不要坐 就千萬不要坐 那他有些 他可能放一兩個牌告訴你 不要坐 那你就真的那個車廂就完全不要坐了 你就不要想著 第二個牌他沒有放下 那就照坐啦 那就最好不要啦 那我就看了 繼續有不同的車卡可以看到的 剛才看到一些蒸氣火車 很多時候有部份甚至是去到大正年代的車 那這裡入連見到比較主流一點點 很多都可能會去到超和甚至平成的年代的車 那你叫急行兩個字 有些車是會 其實你有在日本搭過地鐵 在日本搭過地鐵 電車等等那些 你應該都知道了 它是有 不同種類的車 有些是很普通的 暫停的 有些是急行快急 特急 我亂說而已 總之有不同的車 有些是特急 這個不是亂說的 特急的車 它不是每一個站都停的 它是部份暫停的 它們的車差很遠的 尤其是如果搭新幹線 我試過搭新幹線 我搭一些不是特急的 因為我拿了 我拿了一個 我買了JR的 最快的新幹線車不能搭 你搭慢一點的車 你三個小時去不到名古屋 在東京三個小時去不到名古屋 但是如果你坐最快的那一隻 是三個小時 其實你東京到大阪 希望大家可以用到你的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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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快點 雷 這架好像挺舊的 雖然這架也是電車 雖然這架也是電車,但好像也很舊 這個車廂好像差不多一百年歷史 90年歷史的一種 這架比較鮮色 這架就刻意進去看看 看起來也覺得新一點 如果沒有記錯,這架應該是 這架應該是60年代的車 這些電車 這架好像是新幹線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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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架應該是類似新幹線的車 這架應該是類似新幹線的車 這架好像是新幹線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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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進去下進了 這架應該是要的 射程到的車 這邊是新幹線的車 得到現在着臨時 我帶到 補充電車 它裡面比較詳細介紹駕駛的地方 好像之後我去京都鐵路博物館 我記得京都鐵路博物館有類似的地方 還有那裡的地方是給你拍照的 因為它要搖你水 幫你拍完照 你帶著那些帽子去拍照的話 它賣給你一張照片一千日圓 那你又會銀河包買去 這裡有些教育的地方 這裡是教育的 有些類似我們香港科學館那類的地方 這裡就不能上去看了 純粹是列了一些車給大家看的 它不能爬上去的 現在是1963年的 81公里 它會介紹路線大概由哪裏到哪裏 我看到有些地名我都不認識的 在於哪裏到哪裏到哪裏 好興奮 很高 這裏有介紹過鐵路站的鐘,我記得這裏好像有的 它是有這個鐘在這裏的 看一看,鐘在這裏 這裏就是車輪,不是只給車廂看的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給你看的 有很多周邊配套給你看,車輪 剛才提到的分路軌等等的地方都有的 這些大型的鐵路博物館在日本 一定有這個位置,專門是給小朋友玩的 這裏網絡,剛才我提過了 有些火車是負責運輒的 這一架就正是 你也可以看,從居高林看看其他的車 當然,不少得的就是 關於鐵路的歷史,怎可以沒有 裡面有很多 以前的東海道 東海道是來往京都和東京,即是江湖 那些人要走或坐馬車 後來當然,鐵路慢慢開通之後 就快了 以前都說過,東海道53次是甚麼 我記得我之前的影片都說了,我不重複了 當時的鐵路 那些路軌是怎樣的 介紹 鐵路的文案 一些火車的時刻表 因為從那時候開始有的,鐵道唱歌 因為以前的人呢,坐鐵路去旅行的時候 一邊旅行,一邊唱歌都很瀟灑,很寫意的 還有很多車牌,或者剛才沒有詳細錄的 這個又是火車時刻表 還有一個大概的地圖 還有一些鐵路的宣傳品 雜誌書籍等等 這些是戰時的包裝紙 或者廣告那些東西 還有一些車票 還有一些車票 有部份這些,即是車票 甚至剛才看到一些牌,有部份那些牌的量比較豐富 它甚至會賣給你,不過就不是在這裏賣給你 又是火車時刻表 而是在其他地方 去到大阪那裏 遲些去到大阪那裏的影片,我就會介紹給大家 即是有一些 他們以前用了很久的那些 跟鐵道有關的那些 可能是車的那些牌之類的 其實它是有部份,由於這個量太多 其實它又不太需要怕,說會沒有了 所以它有部份可以賣給你 遲些再介紹 這本時刻表,整本黃頁那麼厚 鐵道圓 這是小說來的,後來就拍了這個 電影 又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我自己也沒有看 自己比較少看電影 亦在上面再拍一次 各輛不同的列車層列了在 博物館裏面 然後呢,其實它這裏呢 去到最後了,其實還有少少地方可以看 那這裏呢,又是有個很小的鐵道模型 讓大家看看那些車是怎樣上山的 那大家都知道,鐵路就不可以隨便轉彎 亦都不可以,即是不可以無一拉 一個發甲彎這樣轉,這樣就不可以了 上山下山,上斜下斜,其實都不容易的 但是有時候那些地方就沒辦法了,因為你開隧道其實很貴 我們香港的鐵路不是經常都開隧道,所以 鐵路歷史上的造價鋁創新高,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那這輛是什麼呢?這輛是巴士來的 你不要以為,這輛是巴士來的 比較初期的鐵路的時候,當然 每個站都可以坐到火車,所以他們是會有巴士,因為穿梭巴士 會接載不同的人去往來一些地方,以及鐵道站 那就是當時一開始的時候,就用這一類的巴士 那 我去到這裏名古屋的旅途都差不多 完了這個位置,我就要回酒店 拿這個行李,就下大阪了 所以由下集開始 就應該是大版 京版神的內容了,多謝大家,拜拜